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年很多買家都會在北部都會區 這區將會打造香港未來發展的經濟重心 發展潛力超大 不過問題又來了 這麼多信盤怎麼選好呢 我一定選核心中的核心 洪水橋大型信盤回到 一起走一轉 你們會知道為什麼 駐大西北交通一定不方便? 這個思維一早勾了 作為北部都匯區的核心 洪水橋這區交通配套將會全面upgrade 港鐵將會加設洪水橋站 鐵路網絡覆蓋全港 還有計劃興建的港深西部鐵路 接駁深陣前海 配合現有的團圓天輕鐵網絡三鐵匯聚 洪水橋將會成為香港西北交通樞紐 由泛衛集團發展的會都 是區內近十年首個推銷過千貨的大型新款 大概走一分半鐘便可以到輕鐵的洪水橋站 三分鐘的車程便可以到未來的港鐵洪水橋站 在正區內的森藏地帶 項目總共1025貨 第一期先推出623貨 護形涵蓋一房至三房 兩房佔超過七成 實用面積由321至522平方尺 無論單身貴族或家庭客都大把選擇 這區物業都是低密度發展 沒有高樓遮擋 景觀相當開揚 環境亦沒那麼強迫 住得夠舒服 一下樓便有齊超市 街市 還有特色餐廳和文青小店 打回帳卡鋪上IG 好似我這麼喜歡購物業 住這區就適合了 附近有多個旗艦級大型商場 Yuhu Mall 屯門市廣場 和VCity 吃飯、逛街、看戲一條龍 玩足整天都不悶 又可以時候想下換季買什麼衣服了 買家最關心當然還有這一區的發展潛力 附近即將興建的新田科技城 和陋浮山新數碼港 預計將會提供超過10萬個職位 會聚中港創科人才 洪水橋亦會推變成新界北核心商務區 未來會有大量優質雙下落成 吸引大企業進駐 勢必增加區內優質物業需求 樓價和租金自然水漲船高 趁現在樓價比市區仍然低水 當然要早著先機盡早入市 潛力無限環境優質 北部都會區核心 洪水橋會到 你一定要留意